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是多么深爱香港这国家 香港这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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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3月26日 神权无敌孙中山 还有罪犬金乃敌 这两种不知名招式 超限战 过往一直来说 我们常说中西中美 忽略了冷落了 中英联合声明 中英鸦片战争 很多那些中英中英 那是因为英国 其实维多利亚女王开始 那时在西欧的一羽 要兜过苏伊士运河 那时都没有很忙 印度洋 然后才见到林泽徐 那一阵徐 也所以了 中国对他来说 是远方的一只巨兽 是远在天边的一个盲方国家 是一个未知的领域 他只知道茶叶好的 很漂亮的 丝绸 爱不释手 以及那些人不知 为什么那么喜欢吸食 英国神仙药 今回自从世界地域拉近 英国终于遭到中国的独守 独守罗杀黑青花 无论是选民 我们都有事 以及皇室都重要 这些天子与庶民同乐 查理斯国王都中招 生气到震 要找曹查理来查一查他 如来神掌 话说 不得了 这件事 就和早前的一宗新闻有关 先讲讲这里 英国的4000万选民资料 遭到黑客入侵 副首相 陶敦 以公开点名 就是上 但要征得recision 同意各样 不知为什么不找首相去公布这些事情 不好意思 找个最大粒的讲 那才没得退 随便啦 总之副首相 陶敦 点名 草耳点名 今次这个行为 是由中国所发起 不能接受的 英国选举委员会 原来去年8月 就遭到网络攻击一年多 我都登记了 我又挨了自己的名字 不要在那个选民登记冊那里 饮游那些人 可以见到 有做基本防御措施 但如果他的database 被人拿了 那就没办法了 我不清楚了 影响着有4000万名选民资料 的那个database 又是 这个世界有些什么黑客 是top notch 顶尖级的 应该数一数二都是北韩那些 俄罗斯 中共 那些叫举角之力 老举 多名官员 就透露英国副首相 陶敦呢 是会公开点名 中国是幕后的黑手 Oliver Dalton 陶敦 那另外 有坊间传言 有可能呢 英国方面 陶敦呢 会顺势宣布 制裁香港 和新疆等等 违反人权的中国官员的 就看一看 我觉得算了吧 他们 好 十画都没有一撇的 英国人做事呢 一万年了可能 这种爱意要表达一万年 恨意都是 你太可怕了 说一万次 有措施的吗 没有措施的嘛 但谴责一定要谴责的 卡梅伦那些 你太可怕了 目前了 英国呢 暂时都没有制裁任何的 中国香港官员 所以有潜力制裁 这样 这个完全是 因为原来 因为原来呢 针对新疆的时候呢 曾经就宣布过 21年时候 制裁了四名的中国官员 都会 跟欧盟那边同一步调 都有四名中国官员 落伙 又不是所说 完全没有的 人家新疆维吾尔那里 奴役了几百万人 奸淫劳略 无恶不作 怎么都要有些姿势 制裁下几名 另外 国会的安全事务主任 Alison Giles 也都会去briefing 简略讲一讲 中国方面的 网络攻击情形 四名听取意见的 上议院议员 House of Laws 即是那些 是比较上 专业的人士来的 卡梅伦都是的 我不是说他专业 我说他是House of Laws 包括有 艾尔顿蓝雀 艾尔议院的 Tim Loughton Stuart McDonnell 和Duncan Smith 是这些出了名的 被人制裁过的 会听取这个 国安报告 真正的国安报告 那这班全部都是鹰派来的 好硬正的 那他们听完报告 可能会起了降的 不知道的 就话说Duncan Smith等等 艾尔顿 奴顿 就被北京指 他们散播虚假讯息 不合听那些 就叫虚假讯息的 那所以呢 就遭到制裁的 那其实都很惨情 为什么不整个国会听呢 只有那四丁友 变了双方势军力敌 中国又制裁英国那边 四丁友 英国又制裁那边 四丁友 四对四这样的 那还有 不是没有人警告过他的 对华政策 跨国议会联盟 这个叫IPAC 刚才那四位成员 都是里面的Member 欧盟那边都有 铸IPAC人员的 IPAC执行董事 New The Prophet 那又讲到 法国比利时 和其他国家的政府官员 都公开和私下证实过 北京是资助过那些 对IPAC成员的 网络攻击的 什么叫网络攻击 在Twitter那里 Facebook那里 对那些成员 以及成员的 家人 进行滋扰 这些就叫网络攻击 就不知多少毛钱给了 非常滋扰性 还厉害过唐真 吴空你又瘀 干嘛搞我们新疆 也就是说 这个攻击 已经超过了两年的了 那都合理的 2022-24 BNO visa 就21年的 那他对这些 这样的资料有兴趣 无可口非 那语文同乐 这次呢 原来不单止 四名的IPAC成员 就是刚才那几位sir 遭到这个网工 国会那里呢 原来有四十多人 同样遭到攻击的 那所以不忍你 对华鸣派的 刚才那位 麦当劳 麦克堂 就会在下议院那里 辩论这个政府 英国政府 的台湾海峡政策 应该都是美国佬逼的 奥巴马走过来聊天 如果不是 那帮人 你踢他十脚屎乎都不动的 泰晤士报 Financial Times The Sun 多间的媒体 都引述官方的消息人士 又是匿名的 说大佬 让你知道名字 又制裁又成的 就包括 副首相在内 即是陶敦 为首的一些政府官员 不过其他那些应该是 我不知道 会不会匿名 总之在国会那里 就会公开地指控 中国是企图 透过网络攻击等等的手段 年多之后终于激怒他们 都挺好脾气 恶意攻击 和干预英国的民主政治运作 那话说第一次攻击呢 计算英国选举委员会那里 公布一些资料出来 2021年8月遭到入侵 相关情形 变迫回的 因为是2012年10月才发现 原来全部摔了 影响的就包括2014-2022年 海内外的选民名册 我是什么时候登记的呢 会不会这么巧 幸免于烂呢 因为那时候我有份头 哎不记得了 总之选民里面的名册 电邮 网络表单 即是整个profile 包括姓名地址 电话 照片都有 不是吧 就遭到泄取 大件事的 那就要讲回之前的一宗新闻 这里 2024年1月时候知道的 那你就知道这件事之后 都容许着这件事发生 这里 超过350万名的海外英国公民 就由1月起 2024年 有资格在英国的大选那里投票 即是今年 那你明知道自己的 那个选民登记库 就已经被人建了出来 而海外那些 就是说他们的资料 已经落入中共的手中了 那中共就可以使用到23条 也好 国安也好 以及他的朋友也好 总之网络上资料又有 什么资料都OK 那之后 就操控他们 好像木偶公仔那样 就通过外面的去干预英国本土的选举 那都可以 是吧 原因 英国公民呢 如果在海外超过15年居住 又或者之前从未登记过成为这个选民的时候 在英国不享有投票权 即使你是海外公民的 你香港里面有些BNO各样都可以投票的 其实 那结果了 22年英国国会通过修例 取消了这两项的投票限制 那又不是他特别聰明的 他是跟随美国法国加拿大 意大利等等国家 那实行这个叫做投票权终身仔 那其实你很难划分的 因为海外那些公民呢 你到底需不需要 对英国的政策有资呢 就算真的需要有人代表着他们 有资各样什么都好啦 因为他们在外面的时候 不用纳税的嘛 那就算是 都是会是些入境条例啊 或者spouse visa 各样那些东西啦 其实是应该分层次的 到底关于什么方面他们有资 那不过又一刀切的 在这里 而我们的问题就很简单啦 你的database被人写了出来 而他们都是对英国的政坛呢 会有影响力的喔 多同小就另一回事啊 那但是至少都会影响到 那个选情的嘛 是不是 这样的时候又会不会是 英国的软肋呢 就是不敢得罪这个中共 原因就是因为选民 登记冊选民那些 就已经受到中共的操控 那不过无论怎样都好 副手上陶敦呢 就会据称啊 验责的啦 好厉害卡梅伦上身 你赢 偷我们的资料 这样的 同时 外交大臣卡梅伦 话说都会和1922委员会 即保守党的大哥哥 宿虎辈啊 那谈论 会谈的内容在于呢 那要讲讲保守党方面的 因为下议院那些议员呢 不是个个都有官职在身的哈 即同时身兼国会议员 又在政府那里任职的 就不是说大多数的 那至于不在政府任职的下议院那里呢 卡梅伦就会在这个会议上面 向那些宿虎辈和他们呢 就说明 政府草耳紧 怎样去反制中国在网络空间里面的恶意活动 验责他啦 是不是 有呀 那还有联合行动啊 好厉害啊 这里 美国和其他盟友啊 都会发表声明 去支持英国的决定的 3月22号啦 哇 厉害 陣容鼎盛啊 来自荷兰 捷克 斯洛佛克 瑞典 阿尔巴尼亚 诶他都有份 课索沃等等的国会 和欧洲议会的IPAC成员 IPAC 就在英国国会大厦那里开会 啊 居水马龙 期间就谈及到选举干预的议题啊 似乎选举干预由20年开始呢 到今时今日已经成为 大众都会谈及的课题 那但是 他选来选去都是只有两个党的 那干预选举的时候 干预来干预去 啊 不过这么说啦 就算 就是讲紧一个党里面 都有很多的不同议员的嘛 他最重要的就是 是令到自己支持那些议员胜出 是吧 那话说当时呢 那个跨部门委员会 叫做捍卫民主特别工作小组 Defending Democracy Task Force 今天第一次听啊哈 很明显过往没有什么公职 主扎国安的大臣大家认识他啊 董勤达都曾发表过意见那样说的 那我不知道是他无能啊 还是被人制肘啦 总之中国可以说是 试无忌惮 超过四千万名的选民个人资料 啊 竟然都可以遭到 中国大部分是啦 还有俄罗斯的入侵啊 神正的选举很多时就 建基于选民不受威吓 以及啊不受那些影响 之后作出自己神圣的一票 啊 这样才是 一个圣洁的选举来的嘛 那今时今日啊 就变了是由 那些第三世界国家可以任意干预啊 那又不是没有对应措施的啊 话说 遭到网络攻击之后呢 选举委员会都要求过 国家网络安全中心 National Cyber Security Center NCSC 那些安全专家就协助调查 看下怎样可以更生这些系统啊 和降低未来网络攻击的风险啊 那但是你知道的啦 他们专业的嘛 有点到就成 不停地入侵英国的资料库啊 哪里遇到那么多才行的啊 所谓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一日消灭不到这个魔头 到时啦 他就用选举的方法 你玩这个游戏的嘛 就去颠覆英国的政坛 然后都是他那些人啊 是吧 那报道也提及了 部分逃离中国 选择在英国定居的维吾尔人 以及BNO 香港人士啦 还有其他的异议分子呢 有机会在今次的网络攻击里面 泄露了资料 对他们未来来来说呢 会构成威胁 没讲啦 就好像罗冠聪议员那样 在英国他都坦诚了 喂不是哦 都不是很放心的 随时你不知道唐人街那边标几件出来 就借他 可见啊 英国虽然否认 中国呢 在英国当地能够执法啊 有海外警告 这些諸如此类的东西 可能不是叫海外警告啦 但是所做的事啊 都是在威吓異议人士 以及颠覆英国证稿 可以说是肆无忌惮 那英国政府对此有没有表示呢 是有的 有呀 英国政府不容许的 主要是这样啦 好大的官威啊 没错 这里英国政府批评中国的黑客攻击 太过分啦 那话说英国议员显示啊 那些黑客呢 就假冒了英国议员的身份哦 哇 这么恐怖 就写那些电邮给那些联络人那样说的 哈 啊 个问题是他写些什么先 会不会写粗口的啊 降低支持度啊 哇 他都算大整股了 干嘛 啊 议员国下竟然写粗口给我 都有的 都算帅啦 中国那些黑客 那我们不要听片面之词 我们看一下中国外交部方面 怎样去批评这件事的 应该是批评啦 他不会同意的啦 这个厉害喔 有个劍字的 林劍出超劍23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在记者会来行的时候就表示 网络攻击的指责啊 英国政府方面呢 说些什么调查啊 定性各样那些东西呢 是应该要有充分客观证据才行的 你怎么知道那些IP哪里呢 是不是 你遭受攻击就说我们的 就不是抹黑他国 外交部发言人 林劍 说到啦 不要把网络安全问题政治化 这些问题没得不政治化的喔 你正正就是用到网络安全的攻击 去颠覆他的政治嘛 那他不政治化 怎样抵挡你攻击呢 Anyway 林劍就希望呢 各方停止散播虚假讯息 不合听就虚假讯息啊 同时表示啦 中国是反对非法的单边制裁的 那可能是违反了中国方面的法律啦 中国法律没有保证你去制裁他嘛 同时啦 应该要有双边制裁才行的 就是当中国政府和英国政府互相同意制裁 中国政府你才可以制裁这些叫双边制裁啦 还有 就话说 会坚决维会自身的合法权益 这样说的 他有什么合法权益呢 不清楚 这样咯 撕光那些中国公民的英国护照他 究竟了吧 好了 语文不是同乐 共患难啦 这个叫英国皇室都大惡 就话说 凯特王妃 这个是William王子的妻子啦 好有人气的他 那近日啦 不停啊 即是他没有出现各样呢 原来就是做那些癌的手术 但是 无数的报章 什么叫做《The Suns》啊 《Guardian》啊 《Bilential Times》啊 就不停炒作这个话题 就说他有外遇啊 有个老公已经埋了他啊 很多这些这样的流言蜚语 那结果啦 你不澄清 有时澄清又时 但到最后凯特王妃都拍了个短片去澄清的 就说自己呢 得到专业团队的配下 帮自己 就治疗这个 他说没有说什么癌 啊 总之就治疗着 说今年都很多这些啊 查理斯国王又有事 是吧 是得 威廉王子呢 就吉星高招 那总之网络谣言方面呢 就说到这个王妃 又这样又那样 攻击不到王子 就说王妃这样 但是啦 英国不忍啦 英国的每日电讯报 Daily Telegram 满忍王宫消息 就说到中国中共 流民国家那些 俄罗斯 伊朗那些 就散布着 有关威尔斯王妃 Princess of Wales 的虚假讯息 Fake News 去破坏国家的稳定 团结 政府高级的官员 就担心啦 这些敌对国家呢 是围绕着王妃健康状态 进行疯狂抹黑 阴谋论 网络谣言 而他们的角色 就是幕后的 推手 就是source of information 破坏英国方面 王室的团结 那没有的 他自己人都破坏团结啦 即是工党那些 很想废除这个王室很久的嘛 凭什么你们有特权 但是其实 君主立宪 环顾世界各方 你就会发现 英国的制度是与别不同的 好像天王那些 日本那里 日本英国都较稳定的 变成好像 美国那边的民主政治的时候 就打来打去 更暖 英国至少有个牌头 就叫做王室 是英国的象征 一直以来都行之有效的 那没理由走过去改变他的嘛 是不是 跟何方啦 那说 人家当初打了个国家回来 那他又不是要很多的权力各样 有钱他又要花的啦 那又没什么所谓 说特权而已 都不是走去欺压老百姓 那变成了个吉祥物Mascot的时候 有何不可呢 是不是这么说啊 面对着鱼狼似虎 包括老鼎 王室都有事的时候 我们又来看一下 有没有一些强硬的表示 就话说啦 3月25号时候就表示 中国啊 是什么呀 不是黄金时代 是挖时代的挑战啊 怎样挖时代啊 都还不是一个敌国 是不是啊 那是 超限战这些东西 他有没有侵略你国家 有没有landing 有没有对troops 操兵 走过去英国那里占领你那些地方 都只不过是去网络上攻击你啊 拿了些个人资料啊 知道了些军事情报啊 这些就叫做情报战啊 那情报战啊 你没有那些叫做 军火啊 牵涉在内的嘛 不是飞来飞去的嘛 于是乎啦 以民主国家来说呢 诶 无论怎么超限战啊 间谍啊 KGB啊 国内颠覆啊 甚至乎国会议员都可能有事 但是 都不构成一个直接的开战行为 所以我就说咯 即使美国东岸 被中国的核弹而为平地 他都不会禁制的 因为仁慈啊 路透社报道啦 英国副首相 兜顿 即是刚才说的陶敦啊 就会 讲到有关 黑客攻击的问题 尤其今年呢 英国就会举行大选的啊 相信会在年底的啊 那如果中国方面 能够影响住 英国的选举 选了他的人上去 那英国政府 还是不是英国政府呢 这个好问题 算了 表示了 中国呢 对英国的安全 构成了经济威胁 那经济的啊 其他就没有的啊 政治不代表有威胁的啊 都还是竞争的啊 中国啦 是一个或时代的挑战啦 算好的啦 虽然算啦 都叫没有肥波那些那么强还的 但是啊 如果是逢了必共的嘛 转了另一手的时候啊 可能就会说 嘿这些道听途说的 只是没有攻击 你不知道会不会的啊 甚至乎 握握手做个好朋友 或者强烈谴责 然后就签那些贸易协议 好厉害的啊 这个世界 但是顺劳呢 就顺道 赞扬一下自己 他就说 这个就是为什么英国政府 在能力 工具和权力方面 进行了大量的投资 确保国家安全 那即使进行了大量投资啊 2021年你都被黑客入侵 而且 无所不在地 不停被攻击 资料库又泄漏的 那你那些大量投资不可行 那我就只有一个问题的 如果英国政府 是由中国政府 选出来的时候呢 威胁一些选民啊 各样那些嘛 那还算不算是英国政府呢 哇 这个是哲学问题来的 是吧 卡梅伦表示 伦敦和北京的关系 近年来啊 开始明显恶化 就是已经不是黄金时代了 但是与此同时 虽然谴责来谴责去啦 中英两国都表示 要加强交流 和合作 这个都是Richie 船拉的那个政纲来的嘛 就包括邀请了他们 走过去AI峰会那里啦 是不是 那你没有的咯 这件事应该 连续过他的啦 就是选民登记冊那些 那你 哦 就是入侵得不够厉害 应该用AI 无痕无跡那些才好啊 是不是 你干嘛被人知道的 那样 交流 合作 就是交流一下 看看能够用什么更好的方法 就去入侵这个 选民资料库 还是不要被人捉到啦 交流嘛 那无论如何啦 英国呢 虽然远在外地啊 都不是完全没事的 中国政府是 不停地进行着这个超限战 英国如是 美国如是啦 那西方国家 对超限战到底有没有抵御能力呢 这点是成疑的 你见他 在太平洋游异啊 那又如何呢 你都不会开火的啦 浪费米饭 是不是这么说啊 到最后 真是不知姓者为谁啊 就是这样 好 今天讲到这里